旋子姐这手牌拿到了还不错的10Q同色 我在想这是结构牌 但是它又有点是有点大的结构牌 怎么称呼这手牌 感觉旋子姐有点变了呢 会变的 来看看三牌 三拜特底持K27一个非常干燥的牌面 这个K比较危险 这个27看这没有什么不容易中牌啊 这两张牌 选自己强行偷一枪 这里边很意外啊 戴威德大哥用几乎也是空气 尻了一下旋子姐 这个石钩跟这个牌面翻牌 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但转牌和两个人的关系都很大 一个买上下顺的 一个中钩一对 旋子姐又偷一枪 8000起的底持 石钩又尻 石钩这会儿中个钩尻一枪 不信选 不信选子姐是吧 合牌又发了一张把 这戴威德大哥 不知道为什么他用石钩尻了一枪啊 当然在中间位置是吧 他后边还有一个人 他翻牌用石钩能尻一枪 这牌面跟他有关系吗 他钩也不够大了 选子姐要连投三枪吗 连投三枪还是有可能可以给我偷走的 因为选子姐连投三枪 就是很像有张K是吧 有张K你打三枪 或者是比K更大的牌啊 选子姐最差位置连续打 其实还挺像要牌的 选子姐就投三枪啊 连开三枪 这支架好长啊 18700的底持 选子姐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高贵 优雅 我不知道你们那儿 现在蚊子怎么变多了 我感觉真的蚊子比以前多很多 我想是不是因为蚊子的天敌都死了 不是都死了都少了 石钩要不要靠 选子姐很像有张K的感觉 是我那些什么蜻蜓呀 现在都很难很少看见了 蝙蝠呀 没了动物都 我还有一种说法说 现在是什么第五次生物大灭绝 就是现在的生物90%都灭绝了 多亏了人类啊 搞了 以前看什么什么寒武记 什么生物大灭绝 那环境都老惨了 现在环境挺好的 我长的生物大灭绝 这老哥翻牌有点看不懂 翻牌为什么要尻一下吗 石钩 这牌面跟你有关系吗 有点关系 石钩可以有点关系是吧 七石钩稍微有点关系 石钩可以发无章Q买成下顺子 七石钩放出张8买七八九石钩 放出张9买 也是买七八九石钩 这是没有困难给自己制造困难 这位David大哥 其实很多泽州普克我们打的难受 像这种情况啊 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制造的麻烦 本来牌挺简单的 也不用打那么难受 但自己打着打着 就把这个牌打成一个复杂的局面 有时候是这么尻 有时候是你没事瑞斯 你知道吧 有些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啊 小杉姐这手牌 其实还真像有 很像有真牌啊 就是K以上那种牌力啊 David大哥 自己给自己制造困难了 这手牌 玄自姐拿到勾圈 加注到300 A9没有玩 打得这么紧 就他们这个桌子 A9没玩 还是打得挺紧的 多回A9没玩 玄自姐上来是天顺 David的老哥 David的老哥好像对刘玄 有点针对性啊 不爱面对刘玄 弃牌 然后和玄自姐打牌 爱偷玄自姐 他是不是觉得玄自姐这人爱偷鸡啊 所以 就下1200啊 1200 1400的底识下1200 下得很重 玄自姐是天顺 翻牌最大的牌 哎呦 这个玄自姐给发牌 玄自姐看起来很难受啊 好 结果到最后 David嘛 我怎么听英文叫David 最后没有 没有偷啊 David的大哥 玄自姐觉得是A啊 玄自姐是张A啊 打A的价值 David的大哥是63 打得挺像A似的 最后没有偷下去啊 其实咱们上帝是要看这个牌面 这个牌面对顺子而言看着还挺难受的 但是对方演牌吧 他只能演一些10K啊 AK啊这样的牌 翻牌一张K是吧 一张10都没法像他那么打 一张10呢 一张一张10翻牌很难打 玄自姐再一次拿到勾圈 A6 他们这个桌子没有我想象的松 可能他们这个桌子又打得紧啊 这个David大哥打得稍微松一点 因为我看刚开始David大哥那牌都那么尝怎么着的 我觉得他们这个桌子特别松啊 都这样 不是啊 他们还挺紧的 像A9 A6都没有玩 A哥三败特 A哥肯定继续偷这牌啊 玄自姐又买上下顺呢 和上手牌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是吧 下800继续偷 玄自姐尻啊 来看转牌 转牌是什么呢 是9玄自姐再一次击中顺子 90勾圈K 换着击中啊 中完10勾圈凯枪 击中90勾圈K 2000 多少 可能正好2000啊 正好2000是吧 正好像两个筹码吧 放掉了A哥啊 A哥放弃了 A哥没连续偷击啊 这个桌子目前来看就是就是这个David的大哥 打得比较松啊 K5尻了进来 来看翻牌啊 翻牌843 玄自姐A10 AK这个牌面和整体上和大家关系都比较小 AK偷一枪啊 半偷击 借助位置两高张偷一下 被玄自姐看穿 玄自姐知道你是在偷击啊 就是你很有可能是偷击 利用位置在偷击 做一个check race AK这里边扛了下来啊 AK说我没骗你 我不是偷击 我有牌是吧 我尻了下来 转牌来了一张红桃9 玄自姐有张红桃ace 玄自姐 反偷击 转偷击 3500的地尺 下1600 AK扛不住了是吧 啥都没有 其实他翻牌的时候 投机被玄自姐看出来了 但是这个人投 觉得面子上 骗人被看出来了 面子上受不住 再演一条街 玄自姐 拿到 Double Full 枪口加一位 起race到300 玄自姐现在赢率 9300刀啊 加上这300 9600刀 赢率差不多快1万刀了 玄自姐是代入3万刀 桌子上代入最多的人之一啊 哦 零姐做了一个三拜特 玄自姐 尽 David大哥的尽啊 David大哥 真的是非常的浪啊 翻牌 玄自姐 看这个面也比较干燥啊 作为一个三拜特地尺 也过一下 David大哥一看 我的机会又来了 投机 哇 玄自姐这个牌不跑吗 玄自姐选择call 玄自姐说这牌面跟你们都有关系吗 这个三拜特地尺 三拜特地尺发这么小 跟你俩都有关系 有瑞斯吗 玄自姐 我劝你call玄自姐 真的 我劝你call一下吧 玄自姐好 要瑞 玄自姐可能觉得 和这两个人都有关系 玄自姐是一个 觉得是一个投机的机会 玄自姐可能觉得 这里边有抄队啊 有买花 有抄队啊 David大哥 这八千也太大了 你知道吧 这没法操作到八千吧 David大哥非常不信任 玄自姐 你看这眼神 非常的不信任 玄自姐是不是偏过他呀 他怎么这么 对玄自姐怨念这么深啊 玄自姐也负牌了 玄自姐这个call的没必要啊 他在后边还有玄自姐的情况下 他call一个 他拿QKcall一下 没有什么必要是吧 至少有张A死 是吧 都没中牌你A死大 这K感觉有点不太够啊 咱们来看看这手牌 是这位 奇瑞斯 小忙大忙 都有K 翻牌也发出一张K 发出一个冤家牌啊 两家顶对 对阵买花 半投机吗 17半投机啊 下400 两家顶对都是EZcall啊 那咱们来看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7 玄自姐K7两对 零姐K顶对 勾不错的踢脚 17现在是中对买花 想想别偷了 是吧 自己一打两家call 而且这367也很接近 忙住的范围 盒牌来了一张A4 玄自姐转牌没有打 玄自姐如果转牌打 其实还能拿不少价值的 玄自姐现在要拿价值了 1900的地尺 1900下多少呢 下600 类似一个 类似于一个阻止住的价值啊 玄自姐这里边显得自己排力不是很强 下个阻止住 比如中张K是吧 这个面有点湿润啊 有点K也有点怕 下个600的阻止住 连打价值是吧 带阻止住 17 Full掉 K勾 Easy Easy 直付 毕竟A是最后发出来的 也不是红桃A 这手牌就是感觉玄自姐有点可惜啊 转牌没有打 玄自姐 装卫对COA 做了一个300 结果这个翻牌是AKK 我 零姐对A 玄自姐三条K 下300 A哥我也是Easy Cow啊 继续 继续打玄自姐 肯定啊 这里边很难过 AK还是红桃 下个半尺也不错啊 感觉 真一假来假一真 下个半尺 看玄自姐下多少 哦 下这么轻吗 她的感觉好轻啊 咱们上帝是 玄自姐第一是 咬怕对方没有牌啊 玄自姐第一是 咬怕对方没中牌 毕竟是AKK这个面 没有那么好中牌啊 而且玄自姐 可能多少也会担心下踢脚转排的时候 半尺真的不错 半尺哦 很像价值下注 但是高手又会觉得 真一假来假一真哦 这么像价值下注 可能是投机 极端下注吗 4200还是 好极端下注 极端范围 3500 这张钩有点吓人 说实话 在这个灵解的视角里边 这张钩还是蛮吓人的 哦 跑了 其实我觉得 转排和牌的时候 下半尺都是一个 还蛮不错的下注 选择也就是 轻轻重 这种 我老说啊 最近好像前面我也说过 轻轻重是吧 就是你像有牌有牌 突然瞎中注 那种打法 一般别人都觉得 很难去跟你啊 打得很奇怪 我真的像 就是故事它不完整啊 因为你前面讲的是有真牌 后边又突然犯围极端化 算了 就到这 这手牌 咱们来看看最后的榜单啊 这个牌局 玄子野的入市率不算太高啊 36 最后玄子野盈利 一万八千四百 玄子野赢这么多 是吗 赢五万四千四百 玄子野 这个牌局反正挺克玄子野的 但是没玄子野赢得多啊 玄子野终于赢了 玄子野好久没有赢 没看玄子野赢了 这个比赛赢了一万八千刀 好了 咱们今天视频到这 咱们下次再见